外地打工了一家人,有個小女孩,小女孩大概就是六七歲,剛才一年級左右。 然後孩子爸爸帶著小女孩,然後在一個很破的平板車上,孩子媽媽被被子裹著。 然後也是長出去的,有一天父親跟邊上一個人說這個費。 然後其實河的我知道,他那個救護車不是重軌救護車,是個人的。 上面呢有氧氣,但是沒有醫生護士,有一個平車可以把他們拉回家。 他們應該是河南人,他說到我們河南大概八百公里,怎麼收費。 當時,具體我沒聽過多少錢。 後來孩子他爸就哭了,說您不用這麼,跟我們要錢呀。 就想就回去了,孩子他媽回家。 後來我得知,這個黑酒戶跟他們要錢,要到了兩萬塊錢。 然後一旁那個小女孩還說呢,說爸爸爸爸,咱們回家。 他媽媽也沒醒過,他就回去了。 其實我能感覺到他媽這個病很重。 很重。 或者說家裡邊因為沒有這種高度的費用來支付。 他媽媽就跟孩子說,咱們回家,帶媽媽回家。 然後就是這個男人轉回之後呢,就抽了個煙,就在我邊了。 就可能一下子把他不讓他掉了。 然後他又去跟那個黑酒戶上了家裡的事。 我說真的要看不下去。 我就跟那個黑酒戶的人說, 那當時我穿著要人的衣服。 我說哥們兒,掙錢也有陽性。 你幫你一次。 你也得到一次。 怎麼說呀? 你也覺得自己做一件好事啊,既得的事。 後來還真的不錯,好像是輸了五千塊錢。 走了。 所以說,健健康康的比什麼都好。 每一天醒來,看看太陽,想探索溫動,出門陽光的火,積極的向上走。 如果你到個醫院的急診,它就是ICU。 你看那些病人,身上插了個管子。 所以說健康最重要。 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那邊去見客戶和客戶。 也希望大家從我這裡那邊, 聊天中國的基本知識、幾個技能, 都健健康康的。 表弟意外。 後半月,出來走一走, 感覺江老师也太壓抑,太悶了。 在幾點下,太多的生氣了。 145,他倆家,145到160街。 很多人好奇,楊老师你咋? 如果你要做得不。 誰啊? 是我! 你誰啊? 你誰啊? 你誰啊?你寶貝。 不是你讓我來找你了嗎? 什麼時候你找我了? 昨天晚上挺著急的,打電話。 你說,家裡沒人趕快來。 嗯。 他是誰?他昨天晚上打電話。 我昨天晚上? 老公你別誤會啊。 我昨天晚上只給物業打電話了呀。 你不是打電話說那個花撒洗澡洗一拉拉的嗎? 嗯,對對對。 我說來修他呀。 你這麼帥哥,你是來修花撒的嗎? 花撒都帶了大哥。 不是你還修不修,不修我走了。 別走別走,來來,你修好再修,修好我再跟你倆算段了。 啊?大哥不知道啥行的嗎? 我就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你們家樓層比較高,你知道嗎? 看呀,我這水壓不太行。 水壓不行的話,你看你用這種花撒,它就是稀稀拉拉的,知道嗎? 那怎麼搞? 這,這你洗個澡不得一個小時啊,著涼了。 那我們都這麼洗。 你用這個吧?用這個,現在都用這種花撒。 這是啥花撒? 黑五式空氣增壓花撒。 五個打位,六種模式,好用。 我給你換一張,兄弟。 好用,你留著,你先拿一張。 咱就不關開關了,我直接給他擾上。 你看,這水櫃也就是一兩公分,是吧? 對。 那直接給你們看一下,啊。 是吧? 好大啊。 這只是它的一檔,就是賣中檔。 現在賣個花灑這個拍的 這前妻聽的時候 現在這個廣告拍的是不是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有一點 有一點 好 書後白打掛讓他化療八個 結果化了四個以後 他很難受 而且每次白細胞很低 打了四次長孝生白針 接下來他妻子跟我聊過 說他老公始終不想吃飯 第五次白開始降低的一點幾 我曾經告訴他 一定要克服不想吃的心理障礙 或者先要停一停 恢復一段再決定是否繼續化療 但我因為不是醫生不具有權威性 所以兄弟沒有采纳 我很理解他 他打著小白針 堅持了七次 結果白細胞始終上不去 小白也降到二十 住進了吳俊倉 輸了營養液 半個月前 他的妻子說 在求生的欲望驅使下 那位兄弟決定 按我給的食譜去打粥和 但是因為各項指標急剧下降 骨髓抑制嚴重 他肺部感染 直接人 沒了 我很失落 他是因為肿瘤住院 本來肿瘤切除了 癌細胞已經對他沒有了威脅 但化療的副作用嚴重時 他不懂得及時止损 結果骨髓抑制導致了免疫力下降 而且沒有及時補充營養 只想依靠生白症 最終遺憾地離開了 第二個呢 是一個妹妹 三個月前通過我的直播間 找到了黃德良教授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前邊有一個視頻 之前他已經放棄了 因為其他的醫院已經放棄了他 他剛去黃教授那裡時 臉色蠟黃 十天後黃教授把他從死亡線上 拉了回來 腫瘤得到了有效控制 他高興得不得了 補充一點給大家 他沒有一個家人 給伴他 他的哥哥姐姐孩子 但就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只剩一人去了廣州 在那裡都是病友們在照顧他 家人們 親情的卻是家人的冷漠 讓他雖然腫瘤控制住了 但情緒一直很低落 自己有些任性又不想吃飯 導致營養始終跟不上 加上他來之前 就已經經過了太多的放化療 骨髓一直嚴重 白細胞和血小板始終升不上去 同樣也是在半月前指標開始不好 那時候讓他聯繫他的家人 他始終拒絕聯繫 如果不是新娘的徹底 有誰不願意讓親人陪伴著呢 當時病友們通過他的快遞盒子 聯繫到了他的姐姐 姐姐的話 我們沒有敢告訴他們 姐姐說我們不能把他接回來 家裡沒人照顧他 這就是人情冷暖 這就是所謂的手足情 他在這裡黃教授 像家人一樣的關心他 而他的家人卻這樣不可思議 前天由於白細胞血小板太低 感染了未知的超級病 所有的都耐藥 感染性休克 一致無效 無奈宣布放棄 最後的時候哥哥來了 沒有因為妹妹的離去而傷心 而是質疑醫生 你妹妹之身一人來的時候 哥哥在哪裡 做完手術沒人照顧的時候 家人在哪裡 中人輪流給病人打飯的時候 哥哥在哪裡 夫妻之嫌 吃了半斤的 竟然還有人膝蓋疼 路 我在這裡告訴你們個驚嘆秘密 經過規律到底有多可怕 你們知道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人得癌症 這麼多人窮困潮 這麼多人出車禍 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如果你把這兩分鐘聽懂了 真的你所有的人生 所有的困難 所有的挫折 你居然明白 醫院要 會 我這個被審査都給你安排上 會 我這個被審査都給你安排上 今天不行的話 我就灌過了 好吧 姜姨妹,加点呼吸, 双击屏幕,加点呼吸, 点了个杯水, 给我 那得舒服 开水,把你弄羊肉吃完,好嘞, 冯爷,好 好 你这牙子也不下烂了 没了,不下了, 三片了, 一个蛋没有 老家, 东北的, 老家, 老家, 东北的, 老家 大城市铁岭, 比较大的城市 铁岭一提, 一提铁岭东西 我是大城市, 比较大的 谢谢, 点赞, 赞, 赞 8点, 算了, 快了, 快要10万 一个小品给提铁岭 以前提铁岭是啥 解释说不 我小了, 提点以前是个线, 后来变成4 感觉幸福您几家, 欢迎解释 欢迎幸福您几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也学着做 简单, 简单的, 打点题吧 那, 打点输的话, 你唱歌吧 应该你会唱歌, 是吧 行, 我输了会你唱歌, 你输了的话, 你就随意, 你怎么开心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妈做个惩罚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的 玩就是开心 玩就是开心 没有说的说 你看你这么一说话 我特别喜欢跟你玩 为什么呢 玩就是开心 没必要说天来哗哗哗 没意思是吧 咱们都成功了 好的 那哥我想问一下 你家里都怎么样 你那边 我没有几个人 我就三四个人 你不用管了 你就来过去玩 我打不过你 来吧 那我感觉到 讲 你 你又要人多一点好一点嘛 哎呦我没有多少人 百十多个人 就是啊 一百多个人 哦 那好吧 一百多个人肯定打好很多 来来来 咱们那给我充联一下 你会充联一下 来 你充联一下 好 那行 快卖吧 快卖拿票 好 他家有酒啊 没事的 他给我打采议的 对面给我打采议的 对面给我打采议的 他输了 他就随意就可以了 咱们家有什么 咱们制定下 没有大的 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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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收盈都没有关系 咱家有什么的话 能搭把手 咱就搭把手 搭不了手也没有关系 咱们小安心小明贵 咱们搭把手就可以了 谢谢吃人铁蛋